OK 你說 你說 從頭說過 通過他來連接生產者 來連接消費者 來連接整個的監管者 實現整體的一二三產的產業 就是全部一張圖說白了 他其實就是非常關鍵的一環 要不然他分之間是脫節的 就是我剛才說的 他的政策下不來 他的數據上不去 不能現在知道 他們兩個共需雙方 都是瞎子 我不知道買什麼好 但我不知道買方想買什麼 這些都是通過他來做的產業 所以合作社是中間的一個作用 合作社只是說 合作社來幫助農民 來管理農民而已 僅此而已 合作社你做不了太多 合作社你做不了產業融合 你做不了生產加工銷售 這些方面所有的事情 你做不了 各種農企來整個的整合產業 做聚合的 這樣子啊 你不做產業聚合 你怎麼這些東西能融到一起 形成那麼大的全產業作用呢 所以必須要有一些大的農企出來 對 你沒有他 他不聽你的 所以你農企比如講就是修 這個迷猴頭 這個這樣的農企對不對 對 修文農頭 比如說 這個主體 來做的這個事情 那他要大資本了對不對 一開始也不大 因為你不可能一開始全部不開的 先做示範點的 一點一點的做 爭取到多少東西就做多少東西 我們也是逐漸發展起來的 一開始也是誰都不理的 所以你們主要是從這個技術研發開始對不對 總體版也其實是從這個 蛤 種植開始 哈哈哈哈 我先得起量 我先得知道 我這個能 我已經找到了一定的種植方法 它的量能起來了 我再去提升它的質量 提升它的品質 我的產量起來 我才能提升它的品質 所以說為什麼 我說前兩年是很困難的 很困難的 我找到方法以後 我種的都是這個品質了 這個都是附帶的 這個是為這個服務感 連接它的 所以後來才是這些 這些是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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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吹花季 對 更好 只這樣 這整個 這整個